各位觀眾大家好,又是明報530新聞時間,今天是9月21日星期四,歡迎收看。 在過去的調查顯示,認為他們所在地區司機比起以前更差的人在2019年降至47%,在2020年更急劇下降至39%,到2021年降至30%,但今年的數據可見,路面情況又變差了。 2023年最多租高司機的地方是亞省,超越了比斯省成為第一名,66%的司機不打訊號燈就轉彎,59%的司機拍車時佔用了一個以上的車位,49%的司機在十字路口未停車,不過這個問題在灰散都有48%。 當選擇次會來解釋社區駕駛水平下降的原因,排名前兩位分別是年輕人和老年人,其餘兩個就是亞洲人和疑問。 跟去年的數據一樣,大多數加拿大人在遇到租高司機時,都是主要留意年齡和種族,而不是性別或當時司機是否聚嫁或分心。 當中有71%亞省的人會試特定群體或個人為問題人群,高於全國平均。 至於不同年齡受訪者,對於他人駕駛行為的不滿程度都有很大分別。 55歲及以上受訪者,有56%認為他們所在地區司機比以前更高, 而在35歲至54歲的年齡組別中為43%, 在18歲至34歲的年齡組別中為37%, 不過也有一些有改善的地方,例如曾經目睹司機在轉彎前未發出信號的人, 比起去年下降10%, 見到一輛汽車佔用停車場的兩個或更多車位的人,下降4%, 見到司機在十字路口未停車的人,下降4%。 最近有沒有發覺在嘈雜環境較難聽到別人說話, 或者經常要別人重複,甚至有耳鳴的情況? 如果有,快點找永鳴聽力的專家曠永鳴小姐吧! 她有多年助聽器驗配和舒緩耳鳴經驗, 創新隱形AI智能助聽器,有超強減雜音功能, 在嘈雜環境都可以清晰聽到別人說話, 現正推出雙重大優惠,立即致電預約聽力測試吧! 想買優質養生產品?那就要去港利行啦! 她們的花旗參是百分百加拿大安省種植 中一自保養顏的燕窩棧系列, 和豐富膠原蛋白的海參, 多款產品都有正美禮合裝選購, 還有更多產品可以到列治民時代廣場門店選購, 港利行連續11年成為加拿大安省花旗參指定經銷商, 現在更有網上服務,在網站訂購, 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受選港利行! 警方去年在飛沙河發現一具高度腐爛的屍體, 至今仍未能識別死者身份, 列治民王家騎警今日發新聞稿, 並且公布死者當時身穿的衣服, 尋求公眾協助確認死者身份。 列治民王家騎警發言人王航青表示, 警方在2022年5月30日在飛沙河北灣發現這具高度腐爛的屍體。 由於這具屍體當時在水中已經停留了相當長時間, 因此警方難以進行確認身份的工作。 王航青又說, 警方自從首次發現屍體以來一直都在積極調查所有可能的線索, 現在也向公眾提供該名死者衣物的照片, 希望可以喚醒某些人的回憶。 他呼籲知情人士提供線索除了可以協助警方, 也有助於為死者的家人做一個了結。 警方描述死者是一名男性, 體格瘦弱, 擁有黑色頭髮以及中色眼睛。 屍體被發現時身穿紅色Tiger牌外套, 一件印有骷髏標誌和寫著Buffalo1972David Britton的黑色年帽衣、 灰色長袖衣、灰色T-shirt、 黑色運動褲以及黑色的Adidas運動鞋。 如果有任何線索, 可以致電604-278-1212聯繫列治民王家騎警。 檔案編號是2022-14167。 Saturn Vancouver First Realty 地產服務不單止專業, 而且很廣泛。 無論是現樓買賣, 最新的樓花項目, 或是想出租物業, 我們都有出色的團隊幫助你。 我們的服務範圍是覆蓋大溫各個城市。 我擁有30年多的豐富地產經驗, 任何地產問題都可以聯絡我。 我是Edgar Son, 宋先生, 香港的電話是9163-8311, 溫哥華的電話號碼是604-813-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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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腫細衣結合療法 治療過期肝門直腸疾病 包括痔瘡、外治、混合治、肝瘤、肝裂、肝瘤、肝瘤等 創痴人陳國耳院長的國耳肝腸療法 運用微創、配合溫和中藥 達到標本兼止 徹底跟隨病患 不會產生任何後遺症 更多諮詢請打電話604-559-6177 大家都知道 目前的加拿大家庭醫生嚴重短缺 而這個問題在四年之後 可能會進一步惡化 除了因為人口老化外 亦與加拿大家庭醫生會 計劃將家庭醫學住院醫生的培訓時間 由現在的兩年增加至三年有關 現場培訓時間將於2027年開始 醫生會表示 現場培訓是要令未來的家庭醫生 能做好準備 應對病情更複雜的患者 而推行這個計劃之前 醫生會亦已徵詢了 執業的家庭醫生 醫學院、學生和住院醫生的意見 他們都認為兩年一時間 是不足以學習成為家庭醫生的核心技能 而新計劃的目標是要擴展 培訓和研習的基礎 令家庭醫生在加拿大任何一個地方 都有能力工作 加拿大現在的家庭醫學住院醫生培訓計劃為期兩年 是世界上時間最短的家庭醫學住院醫生培訓計劃之一 在澳洲、新西蘭和愛爾蘭 家庭醫學住院醫生培訓計劃長達五年 而美國亦考慮將培訓時間由現在的三年延長到四年 但反對者認為 加拿大現在有多達六百萬人沒有家庭醫生 一旦這個計劃付諸實行 恐怕將家劇、家庭醫生短缺的危機 今年七月剛才在多仁多大學 完成住院醫生培訓的布魯門克蘭斯 就不太認同延長培訓時間 他覺得自己已經做好相當充分的準備 他又說當有這麼多加拿大人 沒辦法找到家庭醫生時 將培訓時間再延長多一年似乎趕不過去 更何況這個改變可能令更多人 不會選毒家庭醫學 至少他就不會 我們是世界各自身 只要來自我 我們可以做到 我們是心想的 這就是BCAA力量 也就是歸國人進行 英國人進行 上緣上門 清香暖滑 連攝不同 香港榮華月頂 香港榮華 溫哥華明天9月22日星期五的天氣預告 早上天晴,氣溫最高20度 晚間天晴,氣溫最低11度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五準時收看我們530新聞 請訂閱名泡Daily 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喜歡影片的記得按LIKE和SHARE影片 收理車房門的開關,年工包料 市價現在大概是400到800元 但女長者尼爾森去打架,對方開價300元 但最後就收了他3000元 大家如果要在網上找人幫忙做事,真的要很小心 居住在奧菲爾的尼爾森 家裡的車房門開關制,6月份就壞了 他急需修理,以便其他正在這裡進行的裝修工程可以繼續進行 他去Google搜索,車房門開啟器維修 得到幾個報價 但有一間聲稱在奧菲爾的公司說 他們可以當日就潛來維修,費用大概是300元 當收理工人來到,逗留了2小時左右 為他更生了一個新的開門器之後 竟然向他出示一張2,915元的帳單 李爾森立刻就嚇了一跳 他說,我完全不知為何會花那麼多錢 當時對方手上還拿著一個拆卡機 要求他立刻用信用卡付錢 另外對方也沒有給他任何的收據 列出人工和開啟器的價格 安裝車房門開啟器的公司在他的車房內 貼了一張標籤,上面寫著他們公司的名叫 Lux Service 他們的網站LuxGarageStores.ca 顯示他們位於安省旺市 有媒體通過電子郵件和電話 試圖聯繫這間公司 但就得不到回覆 至於Lux Service網站上 列出的地址指示 那個是一個工業商城 沒有單位編號 也沒有這間公司的標誌 李爾森沒有辦法找到這間公司 他寄出掛號投訴信去同一個地址 但就被退回來 據安省消費者保護機構的說法 當你要請一個家庭服務承包商的時候 在工作開始之前 你就應該確認工作的費用 並要求提供明細合同或是發票 另一間公司後來告訴李爾森聽 他所購買的車房門開啟器 價值大約是300元 而安裝人工費可能要再加200到300元 但絕對不應該高達3000元 一個基本的車房門開啟器 包括安裝費 價格在400到800美元之間 這是取決於開啟器的類型 和安裝的複雜程度 被業主迫遷都已經夠慘 如果撞症租客患癌 與病魔搏鬥之餘 又沒有工作能力 就更加徬徨 在安省Milton的Julie Rock 在2020年確診癒癌 當時剛剛撞症疫情爆發初期 全省被迫封閉 而經過手術和治療 他的癌症得以控制 但到了2022年8月 Rock的癌症就復發 還蔓延開到他的腦和肝 Rock曾經經營一家攝影工作室 而在他接受進一步治療期間 他沒有辦法不撿了這個店 同時也持續兩份兼職工作 而在同一星期 他一家午口就收到房東通知 只要將他們已住了近十年的單位出手 Rock雖然在年底前找到新地方搬 但他現在只能負擔的租金 只是2,000元元 原地於安省目前兩房泊民單位的平均租金 不要說兩房單位租不起 即使租到 老實說也不夠他一家不口主 Rock表示他目前的身體狀況未夠好 大部分時間都要躺在床上 所以暫時不考慮出來工作 但他又不符合新領安省殘疾支援計劃的資格 而他的丈夫也在長期休息 所以他決定製作視頻 再上載至社交平台 希望有心人能提供住所 不過他強調他們絕對不是要人施捨 他們只想找一個租金相對比較合理的地方居住 而地點最好就是在Milton 因為靠近他經常去的醫院 和三個子女的學校 米爾頓過渡性房屋主任Donal Daniali表示 Rock的故事反映了很多安省居民 在維持生計方面的困難 他自己每天接到4至7個人的求助電話 他們與Rock的情況非常相似 而在河頓區 房屋的空置率低到不足1% 意味著100個房屋裡 只有1個可以用來出租 上任多倫多市長之初 就自為以市政府能迅速解決難民露宿街頭的問題而自豪 但多倫多市申訴專員今天宣布 他們會對市政府拒絕為難民和尋求庇護者提供庇護居所的決定 展開調查 專員還會審查市政府的應對措施 申訴專員在他的聲明中說 毫無疑問 多倫多現在面臨住房危機 但多倫多市仍然有義務公平地 尊嚴地尊重地對待多倫多所有的人 申訴專員辦公室說 審查將會考慮導致市政府決策的流程 市政府員工和公眾之間的溝通 以及這個決策和過程是否公平 今次是首次由申訴專員辦公室副專員領導的新住房部門 對市政府進行的調查 申訴專員辦公室也會對市政府規劃和住房項目進行審查 副專員在聲明中說 所有人都有享有安全和穩定的居住權利 關於這個權利 無被侵犯 尤其事件涉及到一群因為被迫害而逃離自己國家的人 這是嚴重的 必須進行徹底的調查 任何被市政府拒絕接待的難民 或尋求政治庇護的申請人 都可以聯絡申訴專員辦公室 多倫多市從五月底開始 就拒絕難民和尋求政治庇護的人 前往已爆滿的庇護所 並且將他們轉介到聯邦政府 到了七月 幾百個剛抵達加拿大尋求庇護的人 被迫在市區庇護所接待辦公室外行人杜魯叔 後來在社區倡導者的幫助下 才可以轉移到當地教堂內住 香港虛擬資產交易平台JPEX 涉嫌無牌經驗及詐騙 直至香港今天下午五點 警方接獲接近2,200人的報案 涉及的金額是13億7千萬 事件一直到現在 有11個人被捕 他們是涉嫌串謀詐騙 而曾經為這個平台 作過宣傳的藝人 藏詩敏 他已從馬來西亞回到香港 今晚去了灣仔警察總部協助調查 曾經被JPEX在官方網站 宣布擔任香港區品牌大事的藝人張志林 在這個星期二和今天早上 都曾經去過灣仔警察總部協助警方調查 張志林的經理人公司 夜晚發表聲明說 張志林在這個星期二職的19日 被警方邀請協助調查 現在已提供所需的協助 並且多謝各界的關心 經理人公司在聲明中澄清 去年3月通過廣告代理公司 邀請張志林為JPEX拍攝廣告片 和平面硬照廣告 其後知道了JPEX被證監會列入 無牌公司和可疑網站名單 所以去年9月已正式通知廣告代理公司 要終止合作協議 根據協議 任何人在未得他們批准授權下 都不可使用或公開發佈 在合作期間拍攝製作 含有藝人超像和聲音的廣告片 平面硬照、拍攝花絮和任何相關物料 近日經理人公司發現網上流傳前述 未得到授權的藝人照片和影像之後 已嚴正要求任何人士在未經授權下 不得作出任何發佈 上載或轉載等侵權行為 並且對此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權利 傳媒聯絡了張志琳 她很大方接受訪問說 是被邀請 早兩天已經跟警方聯絡了 目前正是跟律師團隊聯絡 看看是否應該發嚴正聲明 多謝大家關心 我一切安好 而在保釋案出的臨作 是在中環的娛樂行 那個2900呎 月租26萬的寫字樓 照牌都拆賣了 大廈的水牌上面 亦都沒有了她公司的名字 她說是已經退租了 JBX案在香港引起廣泛關注 警方星期一先後拘捕了林作和KOL陳怡等八個人 再在24日 再拉多三個男子 年齡是介乎25至32歲 他們涉嫌串謀詐 這三個人現在正是被警方拘留調查 案件一直到現在已經有11個人被捕 警方的調查仍然在進行當中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警方說 截至20日下午5時 一共接獲2086個受害人報案 當中涉及的金額大約是13億7千萬 而行政長官李間超今晚在出席活動的時候說 非常關注案件 政府的政策是實行有效監管制度保障投資者 發放有關訊息要公開透明 以及要重視和推行投資者教育 香港警方證實 今日接獲消委會職員報案 指懷疑電腦系統被入侵 案件現在已經列作 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以取用電腦處理 由網罪科根進 暫時未有人被捕 據了解 消委會電腦系統被黑黑入侵和勒索 涉及選擇月刊訂戶和個案投訴人的個人資料外線 消委會會最快在明天舉行記者招待會 預料會就事件進行交代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說 今日收到消委會就資料外線事故的通報 公署已經根據既定程序展開巡規的審查 並且已經建議消委會盡快通知受影響的人士 消委會昨天在網頁發出特別通告 指電腦系統昨天早上發生故障 投訴及諮詢熱線、訂閱部、網上價格一覽通 及郵價資訊通服務一度受影響 相關服務其又陸續恢復正常 今日的新聞在此結束 多謝收看,再會 多謝收看,再會